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小百科植物篇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笔子是一年生的野草 常长在田野里 圣经中的笔子可能就是和本科的毒物 这种毒物的种子与小物极为相似 你看图,左边就是笔子 右边就是墨子 是不是很像呢? 除非果实成熟 狗七在外形上很难和墨子区分 当成熟之后 你发觉是有很大的分别 左边的笔子有长长的毛 但是墨子是没有的 虽然大家都金黄色 但是墨子上来比较大很多 毒物结实之后 它们的根系列 就已经和小物糾纏在一起 一起在同一块田里生长 所以不可能拔除毒物 而不会相及到小物的成长 所以必须等到小物收成的时候 再予以区分 毒物因容易受黑水病的感染 不吃之后会导致人 或者吃草的动物中毒 甚至会失明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四十节 曾经记载过笔子 经文这样说 耶稣又切过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将人杀好种在田里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的来 将笔子杀在墨子里就走了 原来主耶稣说这个比喻 是要将天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即是在信仰里属灵的事情 告诉宿神的人 世界为什么有一批信主的人 而又有一批不信主的人 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呢 这里就开始讲解了 他说有人睡觉觉觉珠 有仇敌就在他一块墨子的田里面 灑了一些叫做笔子 而笔子和墨子好似的 二十六节这样说 到掌苗套水的时候 辈子也显出来 本来不觉的 但是呢 当他套水的时候 有果子 种子去结实成长出来的时候 辈子就显出来的了 当显出来的时候 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他 主啊 你不是杀好种在田里吗 即是说 原本是杀墨子的 从哪里来 笔子呢 这些有毒的笔子 为什么会在田野里头呢 那主人就继续这样说 他说 这是仇敌造的 仿佛这个主人是很清楚 仇敌是会将不好的笔子 杀落在田间里面 想破坏墨子的成长的 仇虾 сосカマ 仇人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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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们去 挖出来吗 挖出来就是抛出来的意思 伏人知道 现在的 WorcANG 他们的笔子在 在这个地方 怎么会阻染墨子成长 有毒的 2010 511度 不如 我们去挖出来好不好 主人就这么说 不必 恐怕 保住 洪靶子 也 连墨子也拔出来 因为笔子掌税之后 根已经生落地土 与墨子相连 如果现在拔的话 会伤害到墨子 因此主人就说 用这两样一起掌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笔子掌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墨子 要收到仓垒 可想言之 主人是期望这个墨子 继续有美好的成长 所以就暂时 有毒的笔子就留在田中 免得伤害了墨子的成长 想成熟 但是 这个笔子 不会永远存在 总有一日 就是收割的时候 这个主人 会将笔子掌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墨子就会收在仓里 你记得 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是让属神的人明白 属灵的道理 原来 有属神的人 留在世上一样 神不会即时将所有的 败坏的弊子 所比喻的恶人 除灭 因为他们已经与属神的人 在生活上有很紧密的联系 虽然是这样 但是不会永远存活 因为到了焚烧的时候 就是收割 主耶稣基督 在来 永恒审判临到的时候 那些不信的 被子的代表人物 不信的人 就会被神 审判 进到永远的刑罚之中 唯有属神的人 就是墨子 将会收在仓里 遵入神荣耀的家里面 因此 透过这个比喻 我们就明白 虽然活在世上 我们见到很多不义的事情 但神 不会容许不义的事 与不义的人 永远存活 最终有一日 神的审判 会临到所有的人 因此我们属神的人 因着信 行神眼中看为 义的事 直等到耶稣基督的在来 将我们领进荣耀里 弊子所代表的恶人 最终必受神 永恒的刑罚 我们恩着信 继续走前面 永生的宅佬 好了 今天圣经小百科 植物篇 弊子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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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